亲爱的家人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圈哥 今天您可真得着了 要说咱北方下饭菜啊 茄子绝对是 number one 无论是说酱茄条啊 烧茄子啊 那搭配米饭绝对是这个 今天圈哥用这两根茄子啊 给大伙做一道烧烤茄子 味道啊比酱茄条和烧茄子还嫩 下面咱们就开始制作 首先咱们准备两根洗干净的茄子 先把茄子去掉根 先把茄子从中间切一刀 一分两半 然后再从中间切一刀 再一分两半 哎就是把一根茄子呢 分成四半 咱们的茄子最好要选择 稍微嫩一点的啊 这样口感更好 你要茄子偏老呢 茄子皮吃起来会个了痒 这种状态就可以啊 然后先放在一边 然后再准备一袋海鲜锅 这种海鲜锅比金正锅要粗一些啊 去掉根 把它每根都尾都封开啊 再准备两根尖椒 去掉辣椒地 把尖椒也分成四半 再准备点去皮大蒜 先用刀拍碎 然后剁成蒜沫 剁成细的蒜沫 先放到盆里备用 再准备点洗干净的香蛋 切成稍微偏短一点的段啊 长度大概在0.5厘米 酥白芝麻准备一勺 辣椒面准备半勺 紫檐面准备半勺 生紫檐粒 准备三分之一勺 把这四种料搅拌均匀 把油烧热 咱们放入茄子 如果大家伙呢 先炸茄子浪费油 咱们可以用煎制的方法 把茄子煎熟 咱们炸茄子呢 剩下这个油还可以炒菜 还可以炸东西 不受影响 茄子下锅保持五层油温 炸至了两分多钟啊 把茄子炸成金黄色 哎 把茄子完全炸熟了 里边的水分全部挥发出去了 咱们先捞出备用 再放入海味菇 把海味菇也炸一下啊 把蘑菇炸成金黄色 炸至干香 咱们捞出控油 最后咱们得把尖椒放锅里边 哎 把辣椒的表皮看见了吗 炸至成虎皮转 咱们捞出控油 锅里边少留一点底油 放入辣椒面 紫盐 还有白芝麻 哎 把这三种料爆香 然后再加入一勺 李引记的蒜蓉辣椒酱 炒出酱香味 料酒 加入拔克去腥蒸腥 然后加入清水 蚝油加入拔克提味增鲜 冬菇一瓶鲜酱油 加入10克提味增鲜 把炸好的海鲜菇放入锅里边 再放入尖椒 最后再把茄子放里边 味精2克提味增鲜 精盐2克调底味 茄子让微煮一会儿啊 把茄子煮入味 保持小火煮煮两分钟左右 已经煮入味了 咱们用丝淀粉 勾点薄芡 一边勾芡的时候 咱们一边晃晃晃大勺 这样啊 这芡汁勾的更均匀 这时候关键时刻来了 芡汁打好 临出锅之前 咱们放点芝麻香油 增加香味和亮度 然后咱们来个大翻勺啊 来 把茄子翻过来 咱们放点蒜末 我给你帮我 你帮我 让你帮我 得到今天 有点证明 我给你们给了 你帮我 不要 尤其操作 你帮我 这样跟着 我是 要传绿的 你 我 又 味道基本上一模一样 酒店同行朋友们之中就不用说了 怎么好看咱们怎么来 这啥点小红辣椒米什么的 那么好 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如果今天这道菜能对你有所帮助 希望家长给圈哥留下一个免费的赞 在这里边先感谢家人们支持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